北风萧萧 节气大寒来了 蹦蹦跳跳 孩子们的大寒假也来了 大寒不寒 春风不暖 大寒不冷啊 代表春天得很慢才回暖 那这个大寒到底寒不寒呢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今明两天 中部以北还是偏凉 清晨最低温在苗栗西湖只有9.9度 阳光摇晃树影只有上半天才有 尤其是基隆 新北市宜兰县 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 除了今天白天相对是一个空档之外 在周末之前台湾附近的水汽都是偏多的 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 现在比较容易下雨的云雨的区域 大概是在基隆北海岸 宜兰地区 还有花东的沿海 尤其在宜兰下雨的时间比较长 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 北部淋雨 中南部民众也不能吃瓜看戏 南方云系一路向北 入夜后同样是下雨来袭 一直到周末 全台湾都是局部短暂雨的天气 一直要到下星期一 东北季风增强 才会只有迎风命的东半部容易下雨 大风起稀 云飞扬 桃云到台南以及外岛等14个县市 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有9到10级的强震风风起云涌 特别汹涌 花儿新闻 黄米慧 方启年 台报道